日本或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北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岛国 西部隔着日本海与朝鲜韩国以及中国相望 主要由本州九州四国以及北海道四大岛屿组成 陆地面积约为37.8万平方千米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地占其国土面积71%以上 除了四大本土岛屿之外 日本还有7000多个小型岛屿 还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多优良港口 有东京 明古屋 大阪以及横滨等多个世界级港口城市 其中日本的人口主要分布在 以东京 大阪以及明古屋三座城市形成的都市圈内 日本人口稠密 土地狭窄 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 在历史上 日本还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之一 对东亚各国 尤其是我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 其军事实力被限制 不允许拥有自己的军队 并且永远不能拥有航空母舰以及核武器 不过日本并没有安分守己 而是借着美国驻军的保护 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陆空自卫队 这种自卫队远远超过了自卫的范围 日本虽然一直都在摆脱战败给自己的影响 但是却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战败国的身份 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以及科技发达的国家 但是其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与美国息息相关 难以实现真正的自主 同时军事能力也无法与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相抗衡 另外 日本的面积过于狭小 是一个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 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石油 天然气以及金属等矿产资源 几乎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日本国内人口日渐增多 狭窄的领土逐渐无法承载繁重的人口规模 土地 矿产资源的匮乏 让日本未来的发展更加迷茫 从二战至今 日本一直都没有放弃发展自身的武装力量 目前为止 其自卫队人数已经达到了25.5万人 军费支出高达491亿美元 其军队装备精良 很显然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武装力量 日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 他的小心思显然是藏不住的 另外 日本夹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 整体实力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比较弱 虽然经济高度发达 但是真发生什么大的战争 日本很难支撑太久 俄罗斯与美国长期处于对抗之中 俄欧冲突以后 两国之间关系愈加紧张 俄罗斯公开表示 目前美国介入俄罗斯冲突 实际上是在触碰俄罗斯的底线 如果乌克兰利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那么俄罗斯将会动用一切可以用到的武器去反制美国 不过美国依旧在坚持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 双方之间的活药味也是越来越浓厚 美国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 也让这两个核武器大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沟通渠道 实际上双方都陷入到了危险的漩涡之中 只要乌克兰问题得不到解决 且两国的利益分配达不到彼此满意的标准 这场俄乌冲突很可能会将美国与俄罗斯 卷入到世界大战的泥潭当中 在最近几日俄乌冲突的竞争中 俄罗斯曾经反复强调 不会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核武器 但是当俄罗斯领土面临威胁的时候 俄罗斯将考虑采用核武器来捍卫自己领土的完整 这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一种警告 现在俄罗斯与美国都在试探双方的底线 虽然现在的俄乌冲突不至于酿酿成核战争 但是如果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得不到控制 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变化 那么很有可能 两国就会有挑起大规模冲突的可能 日本又是一个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 同时还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极次三番的挑战俄罗斯的底线 还想要收回被俄占领的北方四岛 其境内有大量能够威胁到俄罗斯的美国基地 这些都不利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发展 远东一直都是俄罗斯的重点关注对象 如果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发生摩擦 美国也很可能进行反击 最终成为两国之间战争的导火索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加在美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日本 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两个国家交锋的主战场 日本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三战的波及 当今世界的两大军事强国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一直被美国制裁 经济发展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是自身的军工建设却是非常强大 近些年研发出了许多的新型武器 如匕首、告石这样的超高音速导弹 这些导弹的任何一款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 即使是强大的美国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这些年美俄双方虽然长期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 但是始终都没有直接冲突 就是怕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我们通过地图可以看到 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只隔着一座宗谷海峡 这个地理位置无疑是十分微妙的 因为在历史上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从近代开始 两国之间就发生了多次冲突 日本可能到现在都无法忘怀当年惨败于苏联的经历 而且双方也存在着领土上的诸多争端 近些年 日本反复对俄罗斯索要北方四岛的主权 而在日本的东部 则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在美国眼里 日本的地理位置对于其在亚洲发展战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美国不管是军事实力 还是经济实力都非常强大 日本在二战时期曾经想要挑战美国 但是两颗原子弹彻底的让日本明白美国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二战以后 美国对日本进行管控还在日本有120多个军事基地 部署的兵力超过5万人 有横田基地 横须鹤岗基地 后木海军基地等占据了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基地 而俄罗斯与日本之间也只有一水之隔 俄罗斯还要宣布在千岛群岛建设大规模的军事基地 加强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此前俄罗斯曾经在北方四岛进行过多次的军事演习 对日本以及驻日美军都是巨大的威慑 美军在日本驻军自然也不是那么好心 并不是想要保护日本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于美国来说 日本是其第一岛链计划之内的一部分 将日本视为该岛链的重要一环 在美国人眼里 可能在亚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比日本很重要 美国高度重视日本 不仅仅是看中它的内部优势 更是想要将日本作为跳板 与俄罗斯展开更近距离的对抗 可以说 日本处于俄罗斯与其交锋的前沿地带 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 日本一定是首当其中的